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电影上都会上演这样的鬼故事 令人毛骨悚然 死过人的房子真的不能住人吗 今天小将之就来给将友们分析一下 一 什么是风水凶宅 凶宅的说法故意有知 从传说 故事 小说 戏剧中 很多人都看过凶宅这个字眼 而且这个字眼往往和恐怖 死亡等等联系到一起 凶宅就是止步吉利或者闹鬼的房车 被称为风水上凶宅的房子 宅院 大多发生过不止一起的不吉利事件 也就是说 这种不吉利的非正常死亡的事情 不是偶然发生的 也不止一个人受到影响 而是这处宅院的风水存在严重问题 导致居住者的身心健康 人身安全受到危害 二 非正常死亡的房子不一定是凶宅 有的房子内是发生过一起非正常死亡 但是并不能就此断定这所房子就是凶宅 一 现代楼宇建筑中单独一户住宅 成为凶宅的可能性会比较小 对于现在建筑物中的很多房子来说 也许存在的只是楼层高低的区别 其他外部环境 内部格局方面都基本相同 这样的房子即便主人装修时会有区别 但也不至于造成一栋建筑物中 单独出现了一户住宅成为风水上的凶宅 也就是说 要么这栋建筑的建筑用地 外部环境存在问题 那么这栋建筑的所有房子都存在风水问题 要么一般就不会有真正风水印象的凶宅 二 也许是逝者自身的命理所致 一个人的命令是由其自身的生产八字所决定的 健康与否 寿命长短 都可以从一个人的生辰八字中看得出来 也就是说 死亡的原因更多的是由个人命令决定的 如果注定这个人要非正常死亡 那么即便他死于这座房子中 也只能说是命理所致 而不能说是这座房子是凶宅 三 死过人的房子真的不能住吗 在租房子买房子的时候可一定要注意 但凡是死过人的房子都不宜租住 因为这些房子存在着太多的怨气 阴气 人们若是居住在这座房子里只怕会过得不安稳 所以无论如何我们租房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死过人的房子是不能租住的 无论你胆子多大 无论你多不忌讳 都最好不要租住在这些死过人的房子里 我们都知道 人死后会残留一些怨气在人间 尤其是一些死于非命的人地事时怨气特别的神 而这些怨气会影响着房子的风水气场 会对房子的风水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倘若我们租住在这些死过人的房子里 我们不仅时刻受到不良的风水气场所影响 还会被一些怨气 怨灵缠身 导致我们生活中适时不适 处处阻碍多 还会导致我们眉运不断 眉运连 更重要的是 死过人的房子怨气太深 阴气太重 一些时运低的人还会因此看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从而影响着自身的身心健康 长久下去 个性 性格都会变得非常奇怪 甚至有些人会因此变成神经病等等 可见 住住过死人房子的影响甚大 可一定要注意呢 四 凶宅的主要特征 上面小将只已经说了 非正常死亡的房子不一定是凶宅 那什么样的房子才是真正的凶宅呢 主要有以下五个特征 一 每个房间都很暗 我们谈到了凶宅 那么首选第一个就是不管是否长期开窗还是开门 这个住宅都是很暗的 而且基本室内的每个房间看起来都是很阴沉的 那么从风水角度来说 这就是凶宅了 如果是长期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 那么家人的情绪和身体健康都是会受到满炎症的影响的 甚至还容易会被影响和破坏的 二 摆什么家具都值得救 一般人们如果是搬了新家 那么肯定会添置一些新的家具 但是如果你的新家里面摆了很多新的家具 但看起来还是很老旧的话 那么这个住宅的风水是不好的 而且也是不吉利的 这也是凶宅的一种体现 主要就是这些凶器会让你们家里的家具看起来特别的老旧 三 家里镜子反光很弱 虽说镜子本身反光就是对人特别不好的 但是如果你们家里的镜子反光是很弱的话 那么不管遇到多么强烈的光线都是无法很好的反光的话 那么这个住宅的风水肯定是有明显问题的 而且这样的住宅风水也算得上是阴宅的一种 对家人的运势来说本身就是特别不利的 四 房子周围都很荒凉 如果是你们住宅周围总是给人感觉很阴沉 或者是很荒凉的话 周围既没有什么人家也没有什么山的话 那么这样就需要多注意了 即使你们所处的环境是多么的好 但是这样的住宅肯定是缺少阳气的 也属于凶宅的一种了 从风水角度来说 这样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 所以说住在这样的房子里面 家人的阳气肯定会慢慢的变得衰弱 这一点就需要多注意了 五 房子周围有古树 虽说古树是有很高的价值 观赏性也比较高的 但是从风水的角度来说 古树对人的影响是不好的 本身古树就是带有灵性的 而且这些有灵性的古树 也会导致吸走了人的氧气 所以说如果是在住宅周围是有古树的话 那么这个住宅肯定也是凶宅的一种 这样的住宅也会导致 家人的健康都会被破坏 而且会受很严重的影响的 五 判断房子是不是凶宅的最快方法 有的人可能会说 我们家的房子没有以上五种凶宅的特征 但是去总感觉像凶宅 这是怎么回事 其实有些凶宅是不会有以上这些特征的 如果说感觉自己房子是凶宅 又不敢肯定 不妨试试下面这四种方法 一 直观感受判断 一间不好的房子是会令人感受到压抑和难受的 这是给予我们的最直接的感受 当进入房间的时候 可以体验一下整个房间的温度 气场 光线 以及查看你所有能看到的东西 是不是过于潮湿 陈旧 起霉等等 一般来说 死过人的房间里负磁场很强 会令人感到不是很舒服 比如说心里面会有莫名的感觉到压抑 感觉到心情不好等等 二 养风水鱼 养鱼也是可以判断出环境讨坏的 在保证房子的空气 湿度 水质没问题的前提下 可以尝试养几条风水鱼 如果养的风水鱼在半个月内就死了的话 那么也说明房屋的风水不太好 建议可以买只乌龟放到家里养着 这样也可以给家里带来福气 三 看风水螺盘 还有一个最快捷的方法就是带个风水螺盘进去 若是没有专业的风水螺盘 那么也可以带个指能针进去 当拿着风水螺盘或者指能针进入房屋的时候 可以观察风水螺盘或者指能针的指针 如果指针相对稳定 说明房子会比较干净 若是指针疯狂转个不停的话 可能就有一些情况不妙 这样的房子最好不要去住 无论有没有问题 在一个不正常磁场的地方居住 对人的健康是不好的 四 带狗或者猫进去 大家知道狗对脏东西是很灵敏的 养条狗待在身边 如果狗有一场反应 比如说害怕不安 那就赶紧带你的狗离开那地方 猫同样是有灵性的 而且能够趋起避凶 养只猫 看看它在新房间里是不是焦躁不安 如果是那就最好不要再住这种地方 六 买了熊宅怎么办 但对于已经买了他这种房子的朋友 更关心的姿势 买了这样的房子怎么办 难道只能卖掉吗 卖不掉怎么办 以下看法供朋友们参考 一 木头人受风水的影响程度不同 每个人的命不同 运也不同 命运好的人 尤其是运势正望的人 各位是好运挡不住 即便是不好的家居风水 对它们也够不成影响 而如果有的人正在走内运的话 不好的家居风水 则可能起到雪上加霜的作用 二 专业措施会改变家居风水 家居风水的好坏 是家居中各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内部环境 装修 装饰 家居家电等等都可能影响风水 而专业的风水手段 划煞物 调理措施等等 对家居风水的改变更为明显 尤其是有针对性的风水条理 其作用有时候是难以想象的 三 基德行善会带来正能量 正如古人所言 存心不善 风水无益 心存善念 多行善事 自然好与相随 正能量影响着周围气场 随之发生改变 坏的风水也会因为主人而变好 小将之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句 死过人的房子最好是不要住 万一是凶宅那就得不偿失了 但若是真的住了凶宅 也可以从风水时的角度来化解它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将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将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迷你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